新冠变异病毒株Omicron持续发挥 全国单日确诊病例过去几天出现爆炸性增长 情况令人担忧 卫生部长凯里重申 追加疫苗增强剂是建立自身免疫屏障的方法之一 奈何目前为止 全国增强剂接种率只有区区一半 即将在下个月迎来周旋的柔佛州 也只有不到六成的人口接种增强剂 族群分部方面 人口最多的污疫增强剂接种率却最低 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接种增强剂 而华裔接种率最高 超过八成的人完成接种增强剂 Omicron变异病毒株来势汹汹 打乱全球近八十亿人口的防疫步伐 我国也如临大敌 确诊病例数大反弹 一连几天写下开年来新高记录 卫生部长凯里今天在推特上传数据图和贴文 表明截至昨天 全国已经施打1292万6703剂 或55.9%的疫苗增强剂 当中沙拉越州增强剂接种率最高 76.8% 马六甲71.9%排在第二 再来是巴生河流域 百分之六十六点九 至于增强剂接种率最低的三个州属 分别是沙巴 吉兰丹和玻璃市 少过百分之三十一 值得关注的是 即将在下个月十二号迎来周选的柔佛 增强剂接种率目前只有百分之五十七 为了避免新一波州选疫情大爆发 当局接下来将会更积极推动柔州 以及其他接种率较低州属的疫苗增强剂计划 另外 卫生部按接种疫苗族群分析所的数据显示 华裔对疫苗增强剂的接受意愿和程度最高 目前有超过81.3%的华人已经追加增强剂 倒是人口占比最高的乌疫接种率最低 只有百分之四十七点九 这个数据比印翼 原住民土著以及其他群体还要低 凯里重申 虽然Omicron的发病风险或致死率比Delta低 患者也以轻症居多 但所谓防患未然 呼吁还没注射疫苗增强剂的民众 别再迟疑马上接种 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人 recalc